对面车道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 整个路全部封住了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皮卡车 后面被一个轿车追尾 看这个情况呢 不这么很严重 只是前面的引擎盖 轿车的前引擎盖被全部宣起来了 但是驾驶上没有任何的变形 大家看看这个交通流量 就是短短的几分钟 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就堵了这么长的一个车车流量 我们今天呢是去小店这一边 因为我们的卫生许可证 是每年都是需要重新去累溜的 就是更新的 环境部门跟这个卫生健康部门呢 已经联系我们了 然后周五就今天的上午十点 大家好 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2年9月9号 周五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多钟 实外的温度是2340度 天气是晴天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 我们这边华人朋友 有他自己创办的一个房车营地 今天呢我就来说说他的故事吧 刚刚呢我们是请他帮忙 因为有环境部门跟卫生健康部门呢 一起来我小店里面去进行一个 食品卫生的一个许可的一个更新 我们请他去做翻译 然后现在搞好了 米肠呢一直说心念念来 他这个房车营地里面去参观一下 刚好有这个机会嘛 他就带我们一起过来 他房车营地里面看一看 我也来说说他的故事嘛 已经正在他的同意了 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种房车营地 露营地呢 因为跟我们的此前的这个旅游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和米茶以前就是在美国 浑川美国 东西岸的话呢 用了前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零二十天吧 我们进行了一次两万公里的一个浑川 而且路上呢 几乎说我们都是住在车上 或者是住在营地里面 打帐篷住在营地里面 所以说呢 对这北美的这一路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营地呢 我们都是很有亲切感嘛 我们也认为这种生活特别的舒服 因为你看得到平时在这个城市里面 看不到的这些风景 正因为如此呢 当时听说他说他在建这个房车营地呢 我们就特别的感兴趣 我这个朋友呢 他是两千年以后呢 来这边留学 在留学的时间呢 认识了他的先生 也是另外一个留学生 两个人就在这边结婚 安家 然后工作 做了很多的工作 然后五年以前吧 他就买下了这块山林 总共是有一千二百多亩 是一块就是没有开发的一块山林 用了这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吧 三年多的时间 陆陆续续去规划去建设 很多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 我其实特别佩服他的就是这一点 他在整个创业期间呢 他都充满着激情 就是虽然说很多很多的困难 大家也知道在加拿大这种国家呢 你任何的东西呢 都特别特别的慢 不管是营地的审批啊 你这个营地要服什么什么条件啊 都很繁琐的这些手续 而且呢就是说这边能工特别贵 很多事情呢 需要你自己亲力亲为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讲 把这个营地到目前为止呢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只是全部都是存投入啊 就是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 都是投进去 根本就是没有一分钱产出的 而且呢就是很多的事情 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的 达到现在这种规模 有五个星空帐篷 然后还有十六个的 这个房车的这种营地位 然后还有几十个的 这个帐篷的这个营地位 达到现在这种规模 确确实是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而且呢 就包括他现在的精神面貌 给到给我们的 他都是充满着激情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哈 我们开车过来 看到这条路啊 这一条路往前走呢 总共是有一点二个公里 就是它的整个 就是地块的这个深度 就有这么深 然后宽度呢 是有八百多米的一个宽度 左边呢 是全部都是没有开发的一个状态 大家刚刚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那种 星空帐篷啊 或者是防灯引地 那边是右边 就这一半已经开发出来了 因为今年呢 它就是已经有一点收入进来了 因为七月份八月份 这些星空帐篷啊 包括这个防灯引地啊 都已经全部都是已经开放出来了 然后就有一些收入了嘛 所以说 它也想把这些收入 又投到左边这边 进行一些规划建设 我其实特别佩服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到现在为止 它都保持着这种创业的这种激情 这对一个生意能来说是 这特别特别可贵的一点 就是你需要 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是需要有激情的 你没有激情呢 你大概率的情况下呢 是不会成功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这些 假的说有些朋友 想来这边旅游的话 我们加东旅游的话呢 需要它的这些地址的话呢 我也会留在留言区 它也有微信 反正咱们华伦朋友 也更好去沟通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